11月台股强谈 下一波还有机会吗 当然有 机会常在细节里 谢谢你们支持 要继续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主持人龙龙 我们欢迎万通国际 许民雄 许老师 龙龙好 各位各位座大家好 11月份涨了千点 老师 下一个地方机会在哪里 好 那我来告诉你 来我们先看这一张图 你今天你在 让我们新闻的节目里面 几乎一直在重播这一段 这就是拜席会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 因为他们已经 中美他们冷战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有超过大概五年左右 现在破冰之旅 好 那接下来的话机会 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机会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还是在中美贸易战 主要在高阶晶片 那一方面 好 这是我们的YouTube 那你 你可以 扫描QR Code 那订阅 当然要记得要 要按小铃铛 开启 对 那你这样子我们的 节目如果有 有PO上去 那你就可以马上收到讯息 来 来 非半上昨天 还是直接在上涨 你可以看到 那么台股不用说了 我们也是一样跟IC在上涨的 今天其实我们台股 小涨42点 但是其实盘面上 那么 大家都是蛮观望 因为已经涨了千点 那 大家在等待什么 就是在等待说 哪里有机会 好 我们来看 那这两股票 IC设计 他这两天他有拉回来 那么这档股票 我认为他未来 他只要有守住 那一根红 第一根的红棒那边 那边如果守住的话 我认为 这两股票 他你可以 你如果想要的话 可以加LINE 然后 要加1 那么我就送给你 太好了 好 那这两股票 我认为他未来的话 会有一段 很大的行情 来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到 现在比较夯的 主要 现在还是在就是AI晶片 你看微软他都自己做了 微软自己做AI晶片 那么 其实 那等于说认同的说像 ASIC的晶片 那我们台股就有了 我们台股待会再告诉你 哪些 像H200 像这个 非打 这超级晶片 我们台湾就没办法了 我们只有台积电能够 能够 助产而已 就是帮他代工 好 那这个就比较高阶 我们台湾做不出来 来 那 Intel AIPC 我们这有机会 有机会 这就属于 也是属于 也是属于像ASIC的 AI晶片 所以 这个我们台股 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 而且是PC 这个PC 当然我们台湾就是 我们电脑王国 几乎 对 几乎我们可以 大概可以全包起来 好 那么 讲完刚才你看完之后 那么你大概知道说 大概未来 重点的地方在哪里 AI 没错 AI族群我们可以看到 像 这是我 一直跟大家讲的 像威胜 其实你如果看我的节目 看这个新闻的话 那么我不断一直告诉你 像威胜 你可以看到 威胜也持续在往上涨 又在 今天又涨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看到 这 这段时间 你有看我的节目的话 我相信你也是有 如果有去买的话 也收货 满满的 好 那么伪胜 那这档股票目前为止 现在还在低档在整理 那 这个很快 他们就会 往上涨 往上涨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好技嘉也是 技嘉 还有 韦颖 韦颖的话 他这个高价位 他是 他是伪胜的子公司 他现在目前为止 他现在是 在1835块 我认为这档股票 现在目前为止 你手边没有 就不要再追了 等到他拉回 拉回 那再来操作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具有科这档股票 那我认为 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这里有很大机会 他未来还有一段行情 具有科 刚才讲完了 AI 对没错 那些的话 未来都是一个很大前景的地方 就刚才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重点的地方 就是在这边 我们其实我们11月份 接下来能够有行情 就是这一些股票 你要特别注意 还有 对 他的 周边的地方 就是 当然 你还是要有一些光通讯 一些光通讯 帮他传出 高速传输出去 就是华星光 今天 当然 今天华星光 现在 我从127块来 这边跟大家介绍 一路涨到186块 然后都涨了大概有 超过60块 好 这张股票 目前为止 你手边没有了 你不要追 等到他拉回 当然有其他股票 我可以介绍给你 像讯星 他是 高阶封装 有关于网通方面的 还有就是这张股票 也是网通 他也是网通 所以这张股票 我认为未来有很大机会 你只要加LINE 打上加E 我就送给你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菊老师的分享 那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加入老师的LINE 跟Telegram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制根本 在的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这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女才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